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听FM98.1 98新闻台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午后进化论 我是律师娘林静茹 今天的律师娘想办法为大家请到的是 法律的粉丝团P律师的漫画法律人生的版主 P律师本人 那你平常可能在粉丝团不会看到他的本尊哦 你今天如果上了news98的官方粉丝团的话 有幸可以看到他本人的帅气的模样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就是他的粉丝团 P律师的漫画法律人生 P律师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本人非常的帅气 不明白为什么在粉丝团不露出本人的样子 其实现在非常多的律师事务所 会在粉丝团上面 行销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或是行销自己本人 但是P律师的粉丝团很特别哦 其实我就是追踪他关注他蛮久的 他一直以来就是在上面拼命的画漫画 然后很少会去看他讨论一些案件啊 或是也不会去特别行销说 嗯我们打官司很厉害这样 然后想说诶奇怪了 我还想说那你是不是受雇律师 所以希望自己的案件不要接太多 反正钱是老板赚去 结果后来问了他也不是哦 他是一位开业的律师 那为什么一个开业的律师呢 不先把肚子顾 把顾子画漫画呢 请问一下那时候怎么会想到说 粉丝团就是不会去像一般律师一样 去讨论一些法律的问题 然后在上面拼命的画漫画 嗯因为当初会画这个P律师 其实只是想说把自己一些当律师的趣文画出来 然后我之所以想画漫画是因为小时候啦 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漫画家 一直到高中一直到大学 其实都还是想当漫画家 可是一旦读了法律系 旁边都觉得你就是应该要当个律师 或者是法官 嗯所以我后来拿到了 就是所谓的法律人的身份证 嗯就是律师执照之后就想说 好吧既然都完成一件事情 那就可以开始画漫画 嗯那在那之前你求学过程中 没有想过去念那些 比如说复兴美工啊那种跟 跟画画或是美工相关的科系吗 都有高中的时候想要念美术班 然后大学的时候想要念设计相关科系 不过每一次都是被 国中老师跟高中老师阻止了 嗯对他们都说兴趣不能单放一次 对还是要把肚子鼓包 他们实在太没有远见了 对因为现在你会发现漫画家 应该赚的是比律师多的 哈哈哈哈 因为我现在律师真的是太竞争了 所以那时候因为这样子 你的粉丝团开多久啦 应该是从去年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五月到七月之间吧 嗯所以一年多的时间 对 嗯但是因为可能在里面写到很多 就是法律人的心声啦 或者他们平常看到一些在法院啊 或是在法律界的互动的一些状况 所以呃其实他还蛮受欢迎的 因为我常常看到那个 批律师粉丝团的漫画挑出来 然后也看到很多法律人会在里面聊天 那如果你现在的身份呢 可以说是漫画家家律师 很特别的一个结合的话 那在你的粉丝团里面的漫画 你都是画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嗯画比如说画一些民众对于法院的误解 嗯或是一些民众对于律师的误解 或者是律师很辛苦啊 嗯比如说像我会把我自己碰到的 很艰辛的事情画出来 就像是我最近 因为一直敢 律师都必须熬夜赶书状 嗯然后我就去看中医 嗯中医就跟我讲说我干预皮施胜虚 我就把自己这种悲惨的过程给画出来 就是也蛮得到蛮多 蛮多律师的就是共鸣 按赌劳行对不对 对对 所以真的半夜都在赶状子 因为我自己还有其他身份 我自己还有其他身份是 我现在还在读博士班 然后同时也在学校当老师 那自己也同时在做学术研究 所以有时候半夜的时候不一定是 哦对还多一个身份是当爸爸 嗯所以有时候半夜是要喂奶 嗯你喂奶 哈哈哈哈 应该不是喂母奶吧 对哈哈哈 现在有小朋友是不是 小朋友多大 嗯快一岁了 这个月一岁 嗯对 所以你非常贪心耶 就是要当律师要当漫画家 对 然后要当博士 还要当爸爸 对 那你有想过说 呃呃 一元你小时候的梦想 就是 或许你可以出漫画啊 或是出书啊 有没有像这样子的规划呢 目前是有这样子的规划 所以目前一开我 目前有两个出版的计划 一个是跟其他律师 就是吴俊达律师合出一个就是 律师应该告诉你的事 或者是律师没有告诉你的事 这是我们暂定的书名啊 然后就大概讲一下 刚刚所讲的就是一般民众对于法院的误解啊 嗯就我举个例子来讲啊 就是 最近在跟当事人讨论的时候 他们都会觉得说 为什么他不可以在法院上面 嗯 把事实从头到尾讲完 嗯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法官其实时间很有限 他一天要审的案件是非常多的 嗯 然后写书状也是 他都觉得说写书状应该要漏漏灯 把很多事情都交代清楚 我说写书状就像是我改学生的考卷 嗯 我就说如果假设你自己是老师要改200份考卷 嗯 你会看重点还是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 嗯 对 就会大概是谈这些需要让民众去理解的一些 法院实务的一些观念 嗯 对 所以你呃跟另外一位律师要合作出了这个新的作品的话 就不会像一般的律师是谈一个一个的法律议题 是 然后比如说不动产啊 嗯 或者是婚姻啊 或是智慧财产权 而是着重在教育一般民众对法治 部分的一些教育跟导战他们的观念 对 嗯 但是你还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我看你在粉丝团里面就是有po一个 你的另外一个作品是一个T恤 然后T恤上面还有一个律师趴在地上 然后趴在地上上面就写恳请军院 是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发行这样子的T恤呢 会发行这个T恤主要是因为就是有一次写书状啊 然后都是写军院军院 然后最后写到那个树状的结语 我就写恳请军院 我想到这句话的时候就觉得我自己好像在电脑前面跪下来了 嗯 然后就想说啊 原来律师是这么卑微的在法官面前 所以我想说就把这画成漫画 那其实我当初的计划是我要把这出成类贴图 嗯 但是因为真的时间有限 类贴图太太困难了 所以我就先出T恤 因为没想到这个恳请军院得到很多律师的共鸣 因为每个律师都觉得自己在法院前面是很卑微的 对啊 而且其实像那个我看你在你的办法里面有花很多就是跟法法律相关的用语 然后是在法院里面啊书状上面常常用的用语 像你用的这个恳请军院就是呃在书状上你几乎都会出现的一个用语 对啊那律师在像呃你们念的四年法律 然后会觉得说呃进入法院之后呢 大家就是书状什么面都是很多四字真言 哦对对对 然后你随便漏漏等就可以背书个几十个真诗真言 那可是很多民众反而觉得对于那个还有那种什么双重否定 嗯三重否定 否定到最后你已经不知道是正面还是呃反面的 您自己对于这个就是在法院之间的那些文书啊文字啊 就是常常要用一些很坚涩的 也曾经跟就是同道之间去讨论像这样的问题吗 那法院这么做真的是有必要的吗 我觉得有些字像双重否定啊 其实我觉得可以很直白的就去说就是情况是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有些字可以存在 比如像恳请军院啊或是退步言之 我觉得这些可以反映出一定的法院文化 还有一些法律的文化 或者是法院的专业术语 他恳请军院就隐含了很多意义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些字还是可以存在 那比如说像双重否定 因为我现在最近也在构思 要怎么把双重否定化成赖天赌 嗯 我就觉得好难哦 嗯对 所以我相信一般民众看到这种双重否定也觉得很难 嗯对 所以那时候在写这个呃 实际这个粉丝出来的时候没有想过说 其实想要拉近那个法律跟人民之间的距离 因为以前的律师好像看起来都是高高在上 嗯 对因为我一直觉得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律师是遥不可及 或者是很非常严肃的样子 但是其实就像是我跟很多当事人 因为我其实跟当事很多开会的时候我都会讲笑话 嗯 然后他们最后都会说啊笑律师哎你不像一般的律师 那我就会跟他说律师也是人啊 嗯 我们平常也是会讲笑话也是会看一些五四三的 不是大家想象中每天都是跑法院或是之类的 嗯 所以也有也有一个目的是要拉近法律跟民众的距离 还有让民众对于法院跟律师不是觉得这么遥不可及 嗯 对 你想说律师也是人就让我想到还有另外一个也蛮有名 的法律的粉丝囊叫做律师也是人 哦 对因为他好像也是画漫画 对他也是画漫画 他也算是隐姓埋名 对啊 所以我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邀请他来他要不来 他说他害羞 哈哈哈哈 不知道他现在不在听这集这集广播 所以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的律师 他走的方向跟以前的这些呃 比较资深的律师方向不同 嗯 我还记得说像我们事务所如果有一些民众来咨询的时候啊 他都会说他可能是前审不是前审是找别的律师 那很多民众他在请律师的时候想说大概律师是老的好吧 嗯 资深的好感觉资深的就比较惊艳老道 所以他可能前审的时候他就是呃 去找一个比较资深的律师 那后来可能结果不是很符合他的理想 那很多民众就是这样嘛 反正这个律师 如果一审的话拜祝的话 他讲说那就换个神拜 对对 二审就说看有没有换个手期 哎有时候我们就是遇到说前审是别的 律师办的案件 然后二审跑到我们这边来 他们就会跟我们讲说 哎 他也是说哎好像跟他之前遇过的律师不太一样 他说之前的律师哦 他跟他讨论案情的时候 就会律师跟他讲说 啊这个我都是法律专业啦 我跟你讲你们也不懂啦 反正你就交给我们做决定就好了 这样对啊我讲这么多 你们又不是念法律的 你怎么听得懂 嗯对 他就说可是呃 后来遇到我们之后 我们可能就用另外一种方式 去跟他讲说 哎就是把比较专业的东西 用另外一个方式讲给他听 你自己在这一块也会尝试做这样子的努力吗 呃我想用个例子来讲就是 我以前的像我都觉得啊 律师帮当事人处理案件 应该是自己全部独立完成 嗯 但我后来觉得有时候要让当事人 适时的参与 嗯 让他知道律师做哪些事情 而不是只是单纯的写的书状 他实际参与就是他就可以知道 哦原来律师做的案件 嗯 这么辛苦 因为他自己去收集证据 或者是自己去 跟行政机关调这些文件哦 他就觉得哦原来律师 有律师的困难 很难做 律师的钱不是这么好赚的 对啊 哎我觉得像您 您在这个行业里面 应该也会遇到 就是我们可以刚好 再跟听众聊一些观念 譬如说 呃民众对这个 在司法程序上有一些误解 或者是期待 嗯 像我们就会遇到当事人来找我们的时候说 他跟对方就是谈他们案件的事情 然后可能谈判啊吵架啊 然后还有录音下来要做证据说 律师帮我录音 要听一下录音 嗯 然后就说这个里面三个小时 哈哈哈哈 对那三个小时 他说因为我不知道哪一句可以做证据啊 所以律师就帮我听一看 这三小时里面有哪几句话是可以当做证据 再拿给法官 你自己有没有遇过类似这样子的状况 因为现在大家都是用line嘛 我常常看到就是 当事人要告对方 比如说毁谤或是妨碍谜语 他就直接把line的记录 或是line的一大堆截图就就给我说 律师我觉得 他他有损害我的谜语 你帮我挑一下 哪些会构成 刑法上面的诽谤 会不会是公然无误之类的 嗯 然后这个截图的量可能300张 对对对 以前当实习律师的时候 都必须自己来做 可是后来自己开业之后 这些 重则大人就是跑到助理的身上 所以他如果说 他丢给你300张截图 你真的会帮他看300张截图吗 会啊 因为可能 就是人家就讲说 魔鬼就藏在细节里 其实还是会看的 嗯 但是有些很不必要的图片 就可以直接删去了 嗯 对 然后像也会不会有那个当事人跟你要求说 呃 他的冤屈就是有带这个100项 请你把它全部都呈现给法官 因为常遇到有一些当事人就是会 觉得说啊他应该把所有的细节 从头到尾从他出身 讲到事件发生 这样法官才知道来龙去脉吗 那像这样子的观念 你会怎么去跟民众沟通呢 呃 这个我会在中间取得一个平衡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啊 律师要把律师如果要让客户满意 当然最好的就是帮他打一个胜诉的判决 那其次的话就是要让他满意 就是服务做到满意 嗯 那服务做到满意就是尽量满足他的需求 所以这时候假设他有这些说 他讲漏漏等 要把他写到书状里面的话 嗯 我就会在书状很技术性的写说 原告说 嗯 所以法官跟检察官看到就知道 哦 这边是那个 当事人特别要求 特别要求 你要写出来的 对那法官跟检察官他就会自行选择 要不要看 嗯 对 但是如果说以对诉讼上比较 呃正确的处理的方向的话 你可以跟民众说一下 为什么我不要 把从我出生到现在的来龙去脉去告诉法官呢 嗯 因为每个案件都会牵涉到 一个法律的几个法律的整点 然后这些法律的整点都会牵涉到几个重要的事实 然后这些事实 都需要一些证据去支持 所以我们就是抓住重点 就像是我刚刚说的就是 其实写数状就是写考卷 嗯 如果你写考卷像是写馒头 嗯 就是一整坨 嗯 老师看到 老师还要自己找答案 嗯 像我自己是老师 所以我改考卷我看到这种 我就会很心不甘情不愿的给他一点分数 可是看到他一开始就把重点写在第一句 嗯 然后很快的讲 嗯 重点我就会给他比较高分 所以其实法官有时候就像是改考卷的老师 嗯 对 嗯 我也遇过那个就是 呃 可能我们当事人一开始没有这样子的需求 但是那个对照的律师非常认真的把他的当事人的请求 还有所有的主张全部变成一本书 嗯 然后每次只要开庭前他们就寄来一本书 然后寄来一本书的时候 我们当事人就说我们怎么可以输人家 为什么人家的那个的那个树状有这个五公分后 嗯 我们家只有一公分后 嗯 也常遇到这样子的状况 嗯 但事实上其实树状的话并不是说你写越多 法官就会 甚至法官根本就没有认真看 对 嗯 而且现在法官每 几乎每个法官都过了 因为看我脸书上面 我脸书上面很多学长姐 或者朋友都是法官 嗯 他们常常都是 我没记错 常常是凌晨回家 法官要凌晨才回家 对 他们都说他们在赶作文 嗯 哦 改作文是不是 敢作文 敢作文 他们所谓的敢作文就是 敢写 写判决 对 然后 一大早要起来 去法院上班 所以 嗯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 我们就可以想像法官的时间是有限的 而且他们 注意力也是有限的 嗯 对 所以说那个不只是法 律师处理这些壮子文书辛苦 法官也一样 都是要应付当事人 不是处理当事人这些就是 很繁杂的证据 对 然后整理出来最好要写出一个 不会被称为恐龙法官的判决 对 对对对 我觉得真的法官 比律师难做 一百倍一千倍 嗯 对 所以当时考律师的时候 为什么会想要选择这么辛苦的工作呢 就选择这么辛苦的工作 因为 还是当初不知道这么辛苦 只看到很多日剧跟电影里面 他们都是开名车 我觉得是 因为当初我会对法律产生就是 我当初其实印尼的法律系 一开始一年级的时候是想转系的 嗯 但是后来那一年的寒假 我看了Hero 嗯 木村突然演员 我就觉得 嗯 他是检察官 对 检察官很帅 然后里面的律师很帅 嗯 然后就想说 那就继续走法律这条路 嗯 但其实我们忽略一件事情 他们一级可能只要处理一个案件 对 对 讲到这个 我也是觉得很多民众对对那个案件的 就是司法体系的一个误解 因为像Hero这种系出来之后 然后我就有听过 对就是在法院里面工作里面的人 就说惨了惨了 就是那个 因为这个Hero里面 他那个检察官每一集就只有办一个案件 久力深公平 而且还会自己去调查证据 对 而且还会到犯罪的现场 然后去做这些勘验啊 然后自己去半夜 连半夜都跑去夜店里面去做勘验 对 但是事实上 像检察官一天里面就是开的 停大概应该有十几件 对 对 嗯 所以那一个月的案件 一个月要处理的案件大概有好几百件 对 对啊 所以事实上要跑去现场勘验这种事情 嗯 嗯 可能会严重的拖累到其他案件的一些 就是进度 是是是 对啊 所以我们我也会常常说 呃 像我们自己事务所的风格啦 如果 有点类似说 有的当事人来咨询的时候 问到一些 可能真的是对他自己本身权利影响 没有那么大的 嗯 就是不要再去使用到那个 这些相关的司法体系 譬如说 可能跟对方吵架啊 然后 在网路上面骂个小屁骸啊 然后就说我要去告公然侮辱 你要知道很多检察官 他们平常在处理的 可能是一些重大的犯罪啊 然后有些人可能是家人 因为这样子受到伤害过世啊 如果可以把这些资源留给他们的话 就不用就是花这么多刑事 然后你还丢给他几百张截图 来处理这个公然侮辱 或互相在网路上谩骂这个事件 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待会儿再继续跟批律师聊他的漫画法律人生 欢迎回到98新闻台午后进化论 我是律师娘林静如 今天的律师娘想办法 请到的来宾是法律粉丝团的版主批律师 他的粉丝团叫做批律师的漫画法律人生 然后呢批律师呢 虽然他真的是一个职业的律师 不过他在的粉丝团跟一般律师 比较不一样的呢 不是跟大家讨论一些 可能法律相关的案例 但是他在里面分享了很多 就是司法界的实际的状况 司法的难处 然后也希望拉近民众跟司法之间的距离 那有时候呢 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个职业律师 也非常的辛苦 如果一般民众 可能平常没有使用到律师的话呢 然后你身体刚好没有律师的话 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其实律师最大的辛苦来自于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办案的压力嘛 因为当事人当然会期待说 他的案件在你的手上可以胜诉 然后不管那个证据起不起全 还是一开始律师已经跟他讲说 你这个胜诉的希望不大 可是到最后呢 当事人这些期待都是律师很难放下的一个压力 然后另外的因为在打诉讼的过程中 需要出撞子 然后需要看很多证据 所以如果有些人不了解的话 其实律师是一个公时非常长 而且即使他没有在坐在这个书桌前面 他心里也几乎都在环绕 然后他也都是在想 下班时间都是在想当事人这些案件 这都是律师非常辛苦的地方 那批律师也来聊一下吧 因为刚刚你有讲到说看到Hero的时候 那我就决心说你要当个像这样子 好像很厉害 然后很风光正义宁男的律师 可是实际在当上律师之后 有没有一些让你觉得 跟以前想象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对以来说在当律师这条路上 最辛苦的地方是哪些呢 最辛苦的地方哦 我可以说当律师每天都很辛苦吗 对啊对啊但一定有那个点嘛 比如说跟当事人谈的时候 就像刚刚所讲的当事人有时候 因为我们其实律师真的时间有限 可是当事人就想把很多事情都跟你说 像我自己最近碰到几个案件啊 我觉得律师蛮像两种职业的结合 我来猜猜看 心理智商师 对对对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急诊医师 急诊医师 对我觉得律师就像急诊医师 还有叫你帮他包扎刷伤口吗 因为急诊医师都是突发状况 然后他又赶快去救我 所以像比如说当就是当事人 如果今天被警察 抓去警局 询问我们就说就必须放下 即便是半夜 我们还是必须放下所有的事情 即便自己在睡觉 冲去警局去算是拯救当事人吗 诶那你这样子你半夜都不关手机的 呃不过就是我还我好险啊 就是我们事务所有其他律师 因为我半夜 可以轮班 我们事务所有其他律师可以 去接半夜的警讯 我自己半夜就是顾小孩 对啊 我就是想说你半夜冲出去 老婆不会翻脸吗 会会翻脸 会翻脸 诶我自己有这个经验 我那时候我老公刚 因为现在我们 呃有请那个受雇律师 那基本上 可能后来的导向也比较不接 这种半夜紧急的状况 那律师刚出来开业的时候 当然会有那种业务的压力啊 然后如果可以接了案件 你基本上没有违反你的道德 伦理 或是其实你不是很很爱 办这个案件的类型 你还是会去因为怕那个业绩不够嘛 还要养老婆小孩 然后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也是我老公的那时候的当事人 那时候办的是他另外一个刑事的案件 可是他也是半夜 突然发现了另案相关的事情 然后就半夜call我老公 诶那时候真的刚开业律师 你真的会比较紧张 所以他其实半夜是不关机的 然后就给他接起来 结果呢 你知道我那时候我老公半夜 起来去哪里吗 去汽车旅馆 因为他的当事人在汽车旅馆里面 被警察搜索 对 然后搜索的时候警察都说 那我现在要把你带回 那个警局这样 然后他的当事人就打电话给他 说你现在过来 因为警察说他把我带走 结果我老公就在半夜去汽车旅馆 我是没有碰过这么夸张的情况 我是碰过当事人照午餐打 早上打给我 中午打给我 就是跟你问安问你 有没有吃过饭 就是他会有很多想法 他说律师我觉得这个想法可行 你赶快帮我听听看 帮我看看是不是可以写在书中上面 跟法官主张 就是 就会有碰到这样子的当事人 但是 这时候还是要讲我刚才一开始讲话 律师也是人 律师也是有家庭要顾的 还是有生活要顾的 对这是律师蛮辛苦的地方 对 对啊 我上次还有看一个律师 在他的粉丝团上面就写说 晚上11点的时候 突然发现LINE一直叮叮叫 就知道说又是那个 离婚的当事人 对 对 因为好像一般的案件 跟这个家事事件比起来 他们比较不会 因为其实他会觉得没有紧急的状况 反正你比如说你今天打一个 不动产漏水的诉讼 就是状况就是在那边的 所以有的当事人会体谅 他就是白天联络你就好了 顶多就是下班 刚下班的时间 但是家事事件就比较特别 因为当事人会情绪一来的时候 他就会传LINE给 那个律师说我们可以聊聊吗 对 包括晚上10点11点的时候都会 因为我们宿舍就是这样子 你常常看到晚上11点的时候 那个一直跳出来 那就有时候你算关静音哦 他也会震动嘛 就一直在震动 然后假日的时候他也会跟你讲说 律师我现在有一个紧急的状况 你可以不要过来 结果他紧急的状况可能就是说 他要去他的那个 可能现在在打诉讼的对照 就是配偶那边要看小孩 但是双方对于接小孩的这个 呃一些状况 谈不拢的时候 他都说很紧急 律师你现在可以过来吗 对 所以就像你讲的 好像那个 急诊科医生 或是像妇产科医生 所以那个想要接生的时候 叫你赶快过来接生 半夜也要过来接生 对 所以这个真的是律师 比较辛苦的地方 可是一般人对律师的想像 也会觉得说虽然很辛苦 可是你们赚那么多钱啊 嗯 对不对 然后那个风风光光 听律师听起来就是一个 在在社会上 好像射精地位比较高的行业 那你自己当律师是当多久了 两年 两年 对 嗯 所以律师 你觉得真的是高射精地位 高收入 然后很风光的一个行业吗 看起来很风光 嗯 然后射精地位好像还不错 嗯 但不一定是高收入 因为像前一阵子就有一家私人银行 他出了一个财富报告 他就说 亚洲里面律师费 最便宜最低的是台湾 嗯 所以 这是要讲一下 所以台湾律师费这么便宜 请大家多多利用律师 哈哈 好 那就 就你的了解 你觉得为什么台湾的律师费 会相对便宜呢 我觉得这就像 这就像是一般民众都喜欢东西便宜 就像是之前有某家卤肉饭 他涨价 嗯 就被骂翻天 因为 在台湾这个社会分 我觉得大家都想把很多的事情 cost down 或是降价 嗯 可是 其实这不知不觉会导致我们整个经济的情况 就一直起不来 嗯 对 所以律师也是其中一个受害者 嗯 对 对啊 然后还有现在就是律师的原额其实 在前几年因为大量的录取 嗯 所以造成就是 呃 特别是我觉得台湾的比较特别 我想在比例上来讲的话 台湾的律师单独出来职业的相对于其他的国家 应该是相对多 对 就是 而且台湾的律师这个 呃 就是以律师事务所而言的话 也跟其他的国家比起来 其他国家他们的律师事务所会越开越大 嗯 甚至在一个事务所里面会有几百个律师 可是你会发现台湾的律师的 的那个事务所的规模 嗯 都比较小 而且台湾非常多一个人就开业的律师 对 嗯 甚至遇过很多律师他是连事务所都没有 他就是在家里用自己家里的电脑 嗯 旁边就是小孩这样 然后晒衣服什么都都是在自己的那个小小的房间里面 然后如果当事人要开会的话 他就是直接去当事人那边 或者是到当事人附近的一些seven啊 或咖啡店去开开开会这样子上 对啊 就是因为说 欸台湾的 好像是因为是不是台湾的那个民俗的习惯就是 因为你可能不见得开餐店 你开个小吃店也可以 嗯 所以台湾的律师也觉得就是像这样子小规模 自己一个人开业 呃也是好像相对都是比较简单 嗯 所以一个人开的率是很多 对而且这个时候就会像我之前我的老板跟我讲 他说他之前会选择开业的原因是因为律师自己开业 嗯 有案子就赚收入 没案子就赚悠闲 嗯 所以如果一个律师他想要在收入跟自己的生活品质 获得一定的折中 嗯 大概就是开业 嗯 对 嗯 所以这我觉得这算台湾蛮奇特一个现象 嗯 因为外国好像不会像台湾 这么就是比例这么高自己一个人就开业了 对 而且像我觉得最近开业的比例真的很高 因为我从我的脸书上面就可以观察到 嗯 因为像今年开业的朋友啊 至少有十几个 嗯 然后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开花店 嗯 他说他曾经一个月送了二十几个 嗯 花盆到事务所 我说哇 原来我们律师开业也带动你们花店的产业 嗯 对 但是这么多律师在开业你就会发现说 撒下金针就是很明显的状况 像我遇过说 会有当事人跑来说 哈你你这样子 可是那个 我刚刚打另外一家事务所还才收多少钱 然后或者是有的当事人会说啊 你既然帮我做这件事情不然你顺便 对顺便 顺便 就是一种那个买鱼送冲的现象 对对对对 你有会遇到当事人这样子吗 因为我自己主要是做商务案件跟加盟案件 特别是连锁加盟案件 就常常碰到连锁加盟的客户他会说 顺便帮我多做什么 顺便帮我多做什么 嗯 然后有一次我就把这样子的过程写成一个笑话 嗯 就是 也是漫画的方式吗 呃这个我还在想要把它怎么画成漫画 嗯 那目前的构想就是有一个 有甲跟乙麻油行 然后一个消费者跑去甲麻油行说我要买你的油 请问多少钱因为听说你们的品质很好 嗯 他就说我们一瓶一百元 嗯 那客户就跟他讲说 你是不是喊出价钱了 我我在以油行买是一年无限量供应三十元 哈哈哈哈 对对对对对我有听过 然后后来假油行的老板就问客户说 那你为什么来我这边买 他说因为我在以油行买的油吃了吃坏肚子 嗯 对 这就是我自己碰到一个的情况啊 嗯 对确实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如果律师要在这方面突围的话 最基本就是古人有讲君子物本嘛 嗯 所以就是把一个专业专生到很细 嗯 其实在小众市场也可以活出一片田 对如果你今天把一个市场的专业真的做到极致的话 嗯 我觉得就是口碑 大家都会听着口碑去找你 嗯 所以其实呃律师工会啊 他们在就是这部分有讨论到说 律师不是应该有一些分类的专业化 嗯 嗯对啊 其实也是有一点 道理啊 你刚刚讲的 我上次有遇过那个就是当事人致议员说 哎我去问另外一家那个律师叔叔 他们法律顾问是写状写到保 哦 就是一年无限量写状都是算这个价格 所以你让我刚刚想到那个我就觉得想到那个案件就觉得蛮好笑的 好 那我们千计划广告 等一下回来呢 律师的辛苦除了暗读劳行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常发生的暴力事件 所以等一下请批律师来跟我们聊聊这部分 你看到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 好我们待会回来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午后进化论 我是律师娘林静茹 在今天的律师娘想办法呢 跟大家讨论的主题呢 是批律师的漫画法律人生 因为在我们的脸书上呢 有一位批律师 他呢不是用粉丝团来行销他们的业务 而是用粉丝团来教导民众正确的司法观念 然后也顺便在粉丝团里面 跟大家聊聊律师的一些干苦 所以希望呢 当你有需要用到律师的时候 可以多体谅律师一点 就是有的律师呢 常常会被当成骂 好像不够努力 其实律师有很多他们辛苦的地方 跟为难的地方 那如果你到批律师的粉丝团上面呢 透过他漫画的方式 可以很轻松的告诉你这些 他律师为难的地方 那除了律师一些很辛苦的 一些暗赌劳刑啊 案件的压力之外 最近呢发现律师多了一个风险 好可怜哦 居然有两个律师 受到很严重的暴力的攻击 那基本上其实会认为说 本来这个是 就是有点像公亲片世主嘛 本来都是当事人间的事情 而且律师为了当事人努力 好像也是理所当然的啊 然后你知道我们之前我有一个我老公的那个 同梯的朋友啊 同梯的律师朋友 他被他的对照当事人 到律师公会去投诉他 然后投诉的理由是说 这个律师非常认真的帮他的当事人打官司 尽力的程度已经造成我权力上的损害了 所以就叫那个律师公会要惩戒他 说太努力了 诶他是认真的哦 他不是说开玩笑 他真的就跑去 他真的就写那个申诉单 然后去申诉那个律师 说就是 他认为律师应该公正 不应该只为了他的当事人而说话 很辛苦 所以你对于最近看到一些这个暴力 我相信你过去应该没有 因为过去真的很少见 所以最近刚好连续发生两件的时候 你那时候看到这个新闻有什么想法 我第一个想法是何必呢 就是以一个律师来看到 就是真的就像是刚才律师娘所讲的 律师只是尽力的帮当事人做好 该做的事情帮他主张权益 所以其实没有必要要迁入律师啊 然后我们后来都在自己律师同道之间 都在讲 我们要怎么去避免这样子的暴力风险 然后就有律师开玩笑说 以后开完庭 记得要先去律师休息室 喝完几杯咖啡再走 然后或者有律师说 趁现在赶快多买一些保险 以防万一 对 那有没有律师提议要穿盔甲跟带 那个 我有看到律师说 以后身上要带折棍啦 对 所以就有各式很奇怪的那个 就是因为这次的暴力事件 然后刚才讲到 律师的职业的伤害或是风险啊 像我自己的同学 他之前就跟我讲他自己所碰到的 他律师职业不久啊 就被当事人到律师公会申诉 那也不是当事人 是当事人的丈夫 那申诉的原因是因为他说 他们挑 他挑剥离间要让他们离婚 那其实整个案件发展是 老婆跑去问我同学说 现在有这些情况 那我要依照哪些法律 跟我的老公说我要离婚 那律师就依照他的事实 然后根据他自己的判断说 你可以主张哪些法律 然后结果呢 后来双方就床尾草 床尾草 床尾荷 对 床尾荷荷 然后结果老公就问老婆说 为什么你当初会想到 要跟我主张这些法律 她说律师教的啊 所以她就跑去律师公会 推到律师身上 对就说 都是你们这些律师 为了赚钱跟我老婆讲说 要怎么离婚 在法律上可以主张哪些权益 可是律师的本质就是这样啊 对 对啊最后的结果咧 最后就是我同学没事啊 对 好啊所以你看 那律师在 大家好像觉得律师光鲜亮丽 其实在律师的职业背后 就是已经没有高收入了 还有这么多辛苦的地方 如果有机会呢 希望大家没有机会啦 但是呢如果说 有机会真的跟律师需要合作的时候 希望能够体谅律师的这些难处 然后大家也可以上 P律师的漫画法律人生的粉丝团 去看看到底 律师有多辛苦 然后也可以从他的粉丝团里面 学到一些比较正确的法治观念 好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在这边咯 谢谢P律师今天的光临 好谢谢律师长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我 我请不吝点赞我 我请不吝点赞我